国土计划法 再延统调整 再起步 超过十位来自中南部的民进党立委一同向中央集呼 原定明年五月将实施的国土法能暂缓上路 担心目前各县市国土功能分区图尚未交期 且与地方沟通不足恐怕至爱难行 九个地方政府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去缴交这个功能分区图 在于明年要全国一致性的上路 基本上就有事实上的困难 并没有办法可能有效的让乡亲理解 特定农业区跟一般农业区未来转化做农一跟农二的时候 它的权力义务有无变化 国土法让农业大县立委承受庞大民意压力 因为新版法规规定农三农四可以做其他用途 但被划分为农一农二 却永远只能做农业用地 农民担心财产蒙受巨额损失 甚至无法翻身 以云林县为例八成的土地都划分为农一农二 大大限制了城市未来发展 云林县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的农业 我说地方政府现在 让我们知道它在划设的时候 根本是无心 蒋兰一田 蒋兰丁一田 就是无能 国土法虽利良善目的位重新审视台湾国土发展需求 并能妥善分配资源 农业部也提出了超过200亿元的补偿方案 但牵扯土地发展甚远 引来朝野以致反弹 那我们就尽量持续沟通 能够让它如期上路呢 是站在我们依法行政上面的最大的目标 就怕新法贸然上路让民意炸锅 中央地方陷入分歧 就看内政部如何提出更完整配套 东森新闻之中新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